今天的话讲的是发条的一个第三课 发条的一个技巧课 这个就是我们在熟悉了发条的技能机制之后 今天第三节课我会教大家一些发条的实用技巧 不用这些技巧可以让你在游戏中如虎添翼 逐渐的一个建立优势 首先这个在背景战板上没有写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发条的击中基础年招 第一种是QW 这里我们就直接给你们用视频来展示一下 这是发条的最简单的几种年招 原来是QW QW其实没有什么操作技巧 就是你把球丢出去之后 在那个球快落快到快到终点的时候 按出W就行了 以前的话发条是可以在这个球丢出去的中途去释放W的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必须要等到那个球放到最末端的时候 你再去放W才行 就是一个QW技巧 QW技巧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技巧 就按两个键就行了 讲完QW我们再来说一下发条的第二个连招 QE QE的话这个连招的话是有一定个技巧的 就是说我们在释放QE的时候就要把你的一个球尽量丢到敌方的身后 因为我们昨天说了 昨天在讲技能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发条的球是可以 就是发条弄个一技能拉回来的时候是同样也有伤害的 所以这是我们昨天说过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在用发条用QE这个连招的时候尽量把你的Q技能丢到敌方身后 然后等敌方朝着你走想跟你换血的时候 你再用一技能把他拉回来 这样的话可以造成第二段一的一个伤害 这是一个发条的一个第二种连招 然后还发条一个第三个连招 发条一个第三个连招的话就是这个QWE 这个QWE的话有声音吗 喂有声音吗应该有声音啊 喂喂喂听得到吗 肯定应该是有你说视频的话是没有声音的 我我的声音应该有人讲听到 我们再做下发条一个第三个连招 发条第三个连招的话就是QWE 这个QWE的话那就跟那个QW和QE的一个连招的一个结合 你在想用这个三个技能都打到敌方的时候 就是说都要造成伤害的时候你要记住什么呢 你丢QWE的时候 如果你丢到敌方脚底下 那么等敌方走向你的时候你才去用这个意义 不然正常情况也都是把还是一样 把你的QW丢到敌方的身后 这样的话你用一技能拉回来 对吧可以就还是把这个一技能伤害打出来 因为我们昨天给大家显示了对吧 一技能的伤害还是比较高的对吧 虽然没有对吧就没有特别特别恐怖的爆发 但是多一段伤害那至少是多一段 好吧这些发条的几个第三个连招 再发条第四个连招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QRW这一套连招 这是我们一个最常用的对线 对线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杀人的杀人连招 就是说敌方的血线到了一个半血左右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QRW这一套连招之后追着上去品A 这样的话就一般可以将敌方带走 这套连招一定要就是先放QR再放W 这些连招都比较基础我们就讲快点 这简单连招我们就不讲了 那后面就着重来讲发条的一个技巧 好吧刚才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发条连招 毕竟发条这连招是没有什么连招的一个英雄 然后我们说一下发条的一个技能的释放技巧 发条的技能怎么去放呢 我们前几天就昨天讲了发条的技 就是每个技能详解了嘛 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讲他每个技能是怎么放的 首先发条的Q技能 这里我们要昨天讲一下 昨天没有去讲发条的Q技能的一个释法距离 这里我们来说一下 发条的Q技能的释法距离是700嘛 但是常规中单 释法距离是600嘛 就比如说你们兑率 卡牌 或者说是 瑞兹 无理的Q 反正基本上大多数的中单的释法距离都是600 但发条不同 发条的话是有一个700的一个释法距离 比如说我们在对线的时候可以干嘛呢 敌方离我们最远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使用Q技能消耗 700嘛 因为站在700的距离用Q技能消耗别人 然后密码后退 那这样的话别人是打不到我们 我们后面会给用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先把我们的一个背景板讲完 好吧 然后当敌方 我们刚才说是在敌方没有再接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用在700码的距离对别人丢Q 对不对 那如果敌方想接近我们 他想站在600码距离之内 想对我们 那个消耗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QW减数 让他没有办法去接近到我们 就是当他快要到600码距离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QW减大数 然后直接后退 这个时候他没有600码距离 他同样打不到我们 而且只能白白的是我们的一个QW 但我们尽量不要让别人走到600码距离 好吧 那第四点就是说 当敌方已经接近到我们的时候 比如说当敌人已经 我们已经站在了敌方的施法距离内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就是说 可以用E技能给自己护盾 然后再去使用QW反打 或者说先丢QW再用E技能 也是一样 对吧 这的话我们也是 讲起来有可能比较难 但是我们用一张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应该就是比较理解了 比较能力理解了 首先那这里 我是用PR给大家剪辑的一个 就是说素材 这个敌方这个假人 目标假人就代表分别代表着700码 600码 那个500码 但距离700码有多远 你们只用看到你们的QG能 最远能打多远 就代表你的那个 就敌方你的距离就700码 对吧 就你QG能能打到的最远距离 就是这个700码的距离 所以当敌方 站在我们700码左右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抵抗 我这里 把鼠标放在Q上面 敌方这个最远的 这个假人刚好就在我的QG能的 最大视法方案内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敌方在我们700码的时候 我们去使用QG能去教他 这个时候他是无论如何都碰不到我们 但我们说的是常规中的 好吧 一般新的拉 新的拉这个英雄 他的QG能是800码 所以新的拉 那个时候可以打到我们 但一般的中担是700码 不过一般的中担是600码 所以我们在对阵普通的中担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用最远距离QG能 这样他是碰不到我的 然后到了这个600码左右 敌方的技能已经开始 逐渐的可以碰到我们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丢完QW 就在这个600码的距离的时候 当你这个的话需要你们有一定的中担经验 当你感觉别人技能 已经够范围能打到你说 你就像我这样 在600码的距离 直接使用一个QW之后 然后选择往回往回退一点 因为你QW减速你往回退的话 那这个600码距离 600码的距离就会加长 对不对 本来他一开始已经走到600码这个位置 但你一个QW打完就减速了 对不对 他他移速没有的快 你直接往后退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那你的QW打到他身上 他是碰不到你的 因为你往后退了 但如果你不往后退 他还是能打你的 但如果敌方 对吧 就说你一波走位失误 就说你一旦 因为难免能 难免有失误对不对 万一你走位失误 让别人接近到你了 就说这个时候敌方已经 走进了500码 就是到这个500码去 就敌方的技能 已经能打到你的时候 那你可以干嘛 先用E技能给自己套个护盾 然后再回头去丢一个QW 或者说先丢QW减速 再用E技能拉回来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敌方离里最远的时候 你就只丢Q技能 敌方想要接近的时候 你就叫QW 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用这个数据来表明的话 就简单来讲这样 敌方离里非常远的时候 你就用你最远的Q技能 最叫Q技能的最远距离去消化他 当敌方想要试图接近的时候 你用QW减速 然后不让他接近 当敌方已经接近了你 他的技能已经能打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再去放E技能 所以说我们是吧 就说怎么样控的好蓝 就是尽量与敌方 永远保持这个700码左右的距离 就保持一个你Q技能最大范围的距离 这样的话比敌方永远一辈子都碰不到 而且你可以尽量的少放W技能和E技能 不说别人一定站在600码 你就一定要放QW 因为我说了你的蓝号是跟不上的 所以说我们尽量就保持700码 那这样的话你永远都可以只丢Q 不丢其他的技能 对吧 这是发条的一个 发条的一个三段式技能释放 700码放Q 那个600码放QW 500码直接就放E技能 其他手如果你能一直保持700码 那你W技能和E技能都不要丢 因为我们昨天说了W技能耗蓝 和E技能耗蓝 都是非常严重的耗蓝 好吧 我们说完了一个三段式的技能释放 我们下面再来讲一下这个 发条的第二个技巧 发条的第二个技巧就是我们的一个 无伤换血的一个技巧 打大多数的重担 你只要不一定说你非要保持到700码距离 这个700码有可能太远 你只要保持到600码以上就行 一直使用最远距离的Q进的消耗 然后后退这样的话是敌方是没有办法反手的 就我们说的发条这些英雄主要的优势在于两点 第一手长 第二在于蓝耗D 还一点的话就是说 他的一个消耗方式非常误解 而且他的Q进的CD比较短 重不重都无所谓 因为他只要耗30点了 对吧 所以说发条这个英雄玩好发条的关键 就是把这个距离控制到最远 你玩发条如果轻易的被敌方近身了 那你永远都玩不好发条 对吧发条这个英雄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说的这个无伤化学的技巧的最重要一点就这样 一定要控制好距离 这个距离一般保持了什么 就是你可以 你把发条玩多了之后 你就知道你的Q进大概能打多远 你就与敌方一直保持这个最远的距离 就让别人让别人会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你永远只能理笑他 但是他永远碰不到你 为什么 因为你就刚好卡了这600码到700码的一个视法范围 他永远都碰不到你 对吧 这是一个无伤化学的技巧的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三级之后 如果敌方只剩下一个技能 只剩下一个伤害技能 不是说只剩下一个技能 是只剩下一个伤害技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走上去 跟他打 为什么呢 因为敌方只有一个技能对不对 那我们这时候有一个1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1技能 去挡掉他那个最后剩下的技能 那这时候我们还剩下QW 对吧 就说当敌方只剩下一个伤害技能 我们有三 我们技能全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主动的走上去跟他打 他打我们 我们就用1技能给自己护盾 然后再利用QW去反打 好吧 我们主要就给大家看一下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是一个 打乌鸦的一个对线的视频 看一下我是怎么打乌鸦的 我们说的还是那个重点 永远保持 600码以上的一个距离 你看我在对线 我在这个就一级的对线 基本上你就说无论你是多少等级 基本上你在只要跟别人对线 基本上都是要保持好这个距离 就是说你玩发权的关键 就主要看你能不能控制好这个距离 你看我这把一级 就说你们可以看到我在对线乌鸦的时候 我一级的基本上就从来没有被碰到过 他就一直在被我消耗 看没有你看 那个乌鸦的Q就刚好是600 500码到600码左右的距离 但是我控制好这个距离 他没办法碰到我 你看没有 我只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好 他一辈子都碰不到 看到我们这一级的对线 他一下都没 连A都没了 因为中单的攻击距离一般是525码 对吧 中单的攻击距离是525码 技能是把距离是600码 但是我们Q是700码 你看我整个一级的对线 无论是平A还是技能 我一个都没有吃乌鸦的 乌鸦一直在被我消耗 这就是距离控制好的好处 但你只有玩长手英雄的时候 才需要把这个距离控制的很好 对吧 你玩短手英雄就要想办法去 接近到那些长手英雄 但我们对吧 现在讲的是一个发条这种长手的英雄 所以我们就是要干嘛呢 就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好 永远不让敌方短手的英雄接近到我们 你看到没有 一级我大概花了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打完之后看一下 我花了多少点蓝 耗了他多少点血 好吧 这整个一级下来 我们可以搞一个能看到的血量的一个时间点 这整个一级下来 我耗了五行钢 我现在是 我满管蓝是370点蓝 我现在有350点 就像我耗了20点蓝 但是我打了这个乌鸦200点血 一格血代表100 对吧 就是这个绿色的血 一格就代表100点血 但是乌鸦现在很明显掉了两格 就像我花了30点蓝 或者是20点蓝左右 20到30点左右的蓝量 打了这个乌鸦200点血 你可以看到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能转化这么高 就是因为我把距离控制好了 他碰不到我 他碰不到我 只能被我挨打 是吧 发条的平A是有段 发条的平A是跟普通的中单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推荐你们玩发条的时候 走上去用平A去消耗别人 对不对 我说了就是发条的主要消耗方式 我们后面对线会讲的就是一直用Q 你的平A跟普通的中单的平A都是一样的 发条的平A也是525 普通的中单也是525 稍微远一点有550 甚至有600的 但600的比较少 比如说我告诉你的消耗方式 就是一直用Q 发条他对线者不要靠平A消耗 因为你A别人 别人技能就能打到 但你Q别人别人技能打不到 所以这就是发条的一个难点 这个英雄比较适合那种 什么呢 年纪比较大的英雄 年纪比较大的人 因为他就没有很多的操作 只是说你要把这个距离掌握好 一般的话就是个越成熟的人 他对这个距离就越能掌握 年轻的人他总是想着刚 对不对 那就是说有可能 就很很难控制好这个距离 这是一个无伤换血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控制好距离 永远站在一个Q的最远方位内 那这样的话敌方永远是碰不到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什么呢 无伤换血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当敌方啊 就比如说我这里打一个鲁鲁 当这个鲁鲁的话 只有1技能和Q技能两个伤害技能 两个伤害技能对不对 那当这个鲁鲁如果把1技能给了他自己 护盾的时候就代表他只有一个伤害技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1技能 把他最后一个伤害技能打掉 然后去跟他反弹 你看这波鲁鲁在对我丢了W技能 给自己丢了1技能之后 这个时候代表他手上只有一个Q技能伤害技能 但我的1技能还在 虽然他先手打了我一套 但是我根本不害怕 而且我是直接紧着兵跟他打的 对不对 然后直接用Q打打了他之后 这时候他想对我造成造成伤害 我就直接一个1技能把他伤害挡掉 这波就成功了单杀了 露鲁鲁鲁鲁 extra区 在中绅当这个位置单挑的时候 尚时这个是非常高的 你看他就一个 Press 他刚才1技能给了自己 W技能虽然给我 但是W技能还没伤害他 就靠一个瓶A和Q技能打了我伤害 而且我还加上1技能 1技能的一个护盾 对吧 这时我们玩发力的说 什么时候 可以主动的走到600码之内 就是一定要等到敌方只有细行 一个伤害技能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技能 因为我们一直在用Q嘛 所以说我们的技能 基本上很难设定 你的W技能1和1技能 都没怎么用 你就一直在用Q 所以只要他只剩下 一个伤害技能了 你就可以主动的走到 600万方案之内 然后利用自己的1技能 把他最后剩下的 那个伤害技能打掉 然后利用QW 特别让平A跟他反打 因为我们说了 发条的平A是 比普通的法术的平A 要高一点 我没有 我昨天没有说 发条一级点一无伤换血 对吧 这不是 这不是 昨天我肯定没有说 因为我玩发条 从来一级都点Q 对吧 对不对 你看这里有人就知道了 我玩发条 从来一级都点Q 没有 我从来没有讲过 发条一级要学E的 我打任何英雄一级都点Q 好吧 这就是发条的一个 无伤换血的一个两点 然后讲完了无伤换血 我们再来讲一下 发条的第三个技巧 刚才第一个技巧 是一个三段式的技能 多少距离放什么技能 然后第二个技巧是无伤换血的一个技巧 那再说第三点 就是这个1400码的控球方式 就我们刚才说的 发条的Q技能 它是一个 就是它最远四把距离是700码 对不对 那如果 但是它这个700码的话是一个半径 就发条的球是可以往后丢700码 也可以往前丢700码的 所以我们可以 如果你的球 你们玩发条应该会碰到这种情况 就说 你们发条球控的很差 为什么控的差 第一 是因为你的球比的太远 控球的时候 尽量离球近一点 距离越近 那个球就越好控制 比如说你们玩发条球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球很好控制 对不对 你们发条怎么时候控不好球 就因为球太远 就是说因为发条跟球的 就是说 发条虽然Q技能的最大射范是700码 但是它丢完Q之后 离这个球800码到900码的时候 这个球还在原地 但如果你想控这个球 那你就必须要走到700码之内 这个原理你们不要清楚 就是说你们要控球 尽量离球近一点 这样就更好控球 这是我们控球的第一个方式 控球的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尽量保证 球在发条的一个前面 球如果在你后面的话 你想一下 你们自己有没有玩过发条 有过这种情况 球在你的后面 这个敌方敌人 敌人在你的前面 球在你的后面 结果你从后面 把球拉到前面的时候 敌方看到你的Q技能过来了 他可以用他的位移 或者说用他的一个走位 把你的一个Q技能躲掉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球在我们后面的话 我们一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球呢 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要么回去把它捡回来 要么就是用一技能 把这个球 就是也是把球捡回来 第一种是用走路的方式 走到球上面 把球捡回来 第二种是用一技能把这个球 宣到自己身上再去丢QW 而不是说球在你的后面 敌人在你的前面 你直接使用QW 这也是我们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视频 发条的两种控球方式 第一种就是说你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就给大家看了 当你离这个球非常远的时候 你会发现球非常难以控制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个球 逃脱出了你的Q技能 视法范围 你会发现你每次移动球 只能移动一点点距离 你看到没有 你看我的鼠标 就只能止一点点距离 那这样的话你控球肯定很麻烦 对不对 因为你要走到这个700码 你看每次控球的时候 我都要走到这个700码的范围内 才能对这个球进行控制 所以说我们在控球的过程中 尽量离球近一点 这样的话你的球会更好控制 第二种控球方式就是 比如说这里 我们从河道 比如说这里拿假人来示范的话 就是我们从河道 碰到了敌方的人 这时候我们一个Q打不打过去 对不对 但敌人会往右边 就是说这个假人都相应于他的路径 敌人会往右下走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跟着他平A 对不对 但如果他已经移速 他是一个移速比较快的移速到 移到最后一个假人这里了 怎么办 因为这时候球还在我们后面 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处理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要么就是说你第一波打完Q打不直接往球上走 把这个球捡起来 然后再去继续丢Q技能或者QR技能 第二种就是说你直接用一技能 把他拉过来 你看我这里控球 如果我像普通的控球方式 就是说我丢完Q打不之后 继续追着他A的话 那如果敌方人已经走了这个最后一个假人上面的话 你看我这个球拉过来 也需要耗费非常长的时间 这时候别人看到的球过来肯定走位就随便躲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打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控球 一般如果我是我们是在追着别人跑的情况下 丢完Q打不之后你可以朝着你的球的方向前进 先把这个球捡起来 然后再继续追击他 然后再去丢第二波Q 这是第一种处理方式 就是说如果球一定 你在追着别人打的时候 你直接控球他是控不好的 你必须要往你球上走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就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忘记了过去捡球 因为我们不确定敌方人是不是会往这里跑吗 我们忘记了过去捡球怎么办呢 那就可以丢完Q打不之后 先朝着敌人走 先朝着敌人走 这里先给大家看演示 因为刚才没有一 就你丢完Q打不之后 先朝着敌方走 然后等到你Q技能cd好的时候 先用一 先用一技能把你的球拉回来 再继续丢QR 对吧 这是我们发调的两种扩球发生 就是就是说 你只要追着敌方走 你必须要保证 你要么能把这个球捡起来 要么用一技能把这个球拉到自己身上 不然的话 你从你的身后把你的球拉到身前 就是非常难的 当然发调这东西控球起来 讲起来很难 但是你们玩多了就会发 发调球其实挺好控制的 对吧 那讲起来比较麻烦 毕竟他文字都要 总是会比视频看起来会更麻烦一点 这是我们发调的一个第三个技巧 然后发调的第四个技巧是什么呢 风筝反打 比如说英雄联盟里面有两个最不能追击的英雄 一个是念经 另一个就是发调 发调的风筝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而且发调的风筝能力 它跟念经不一样 念经是什么 它是慢性死亡 就你追念经 你会追着追着 你会发现你快死了 你就不追了嘛 对不对 但追发调不同 追发调的话 你是追着追着 你想走的时候 你走不掉了 念经是慢慢读的嘛 我发调是慢慢的QW 等你想要走的时候 一个R技能把你拉回来 就可以把你秒了 比如说对吧 发调是一个风筝能力极强的英雄 所以在中后期的时候 就在中后期对拼的时候 我们不要站着不动跟别人对拼 还是干嘛呢 打完QW就往后跑 等敌人追你 然后等下一个QW 无限的循环 就是你玩发调 中后期对拼 你不要说跟别人 一波拼到死 还是干嘛呢 丢完QW就后退 等别人追你 别人追你 你再丢一个QW 然后等到别人觉得不能追你 打不过你的时候 你一个R技能把他拉回来 然后再接近他就跟他拔 就说你玩发调 无论打谁 基本上都是一点控制好距离 用你的技能去打他 只有在绝对你能打得过来的时候 你才走过去A他 好吧 这里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一段 看一段这个素材 就是我们发调一般 被追击的时候 要怎么去处理 就是发调这件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 难被追死的一种 就比如说这里 我一马在推别N塔的时候 我一马当先站在最前面 因为我知道发调 敌方只要没有那种黄指 卡米亚这种强控的重担的话 基本上是很难把发调杀死 你看我这里先丢个球 一个人站在我团队的最前面 你看他要追我一个QW 然后又要追我一个QW 他就快死了 但是这里太坦绕后了 所以说我不能继续 不能过去 我们就继续往后风筝 记住发调打架 无论是打架还是打团的时候 你都记住你是个风筝流的法子 对吧 打完一套QW就往后拉 你看这里 他们两个人又想追我 我一个QW把他打残了 然后继续用Q技能 这时候南枪 看好现在南枪的血量是非常多的 而且是个15级南枪 而比我等级还高 对不对 然后当南枪想追我的时候 一个QW 直接给一个南枪打残了 然后我们再利用我们刚才说的 你在丢QW的时候 尽量把这个球 丢在敌方的身后一点 对不对 这样这个时候他追我 有一个一技能拉回来 然后最后一个平A 把这个1000多块钱的南枪 直接打死了 这就是发条打团的方法 那这里我没有讲到 我们只是说对吧 发条这个英雄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发条这个英雄 是很难被追死的一个英雄 你不用因为你残血 就永远不敢跟别人打 不要这样 因为我们说了发条的技能 司法距离 是比大多数的中端的要远 而且 比AC也远 就比如说女警的攻击距离是650 我的司法距离是700 所以我碰到任何英雄 只要他不是黄指和青钢引证硬突击的英雄 所有英雄都会被发条封签 对吧 你看这个瑞兹 他有可能打得过我 但他根本碰不到我 只能被我封签 那么我一个QW打 打长张动物 想杀的时候 虽然机身躲掉 但没关系 这时候太坦想追我 我也是一个QW 把一个QW拦住 虽然勾到了我了 然后我这个还是用一个QW 然后等他南枪过来 对吧 因为我们就两大不能追的英雄 第一个就练琴 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就是发条 就发条的英雄就是一个风签的英雄 对吧 任何人突进到底身上都不是说 给自己一个一互助 然后站着不动跟他打 这样都是绝对的错误的 都是风签证别人打的 别人追你 你就跑 别人跑的时候 你再追 但你永远保持那个七百码距离 发条的英雄 关键就是保持那个七百码距离 对吧 这是发条的一个 第四个技巧 就是我们的一个发条的一个风签技巧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发条 对吧 大多数人很喜欢的这种花里胡绕的 阿闪的技巧 这种东西的话 一般来说 不推荐大家去使用 因为你要想到 你是一个C位 C位做到的事情 他是指说打出 就是每波团都能打出他相应的输出就可以了 如果你老是要进行这种 花里胡绕的操作 第一 有很大的风险 万一没杀掉 你自己会暴毙 第二的话 你会浪费一个闪现 就我玩C位的时候 我很少会做 会做出这种闪现 应收人头的情况 队友如果 你说我们我和队友都有闪现 好吧 那这是有个人头摆在我面前 摆在我们两个面前 我一般会让我队友闪现 我不会闪现 因为我觉得 双C的闪现是非常重要的 双C有闪现的时候打团 他的作用才更大 没有闪现的时候 很容易被面切死 所以我不会因为某个人头 去用闪现把它抢掉 当然这里的话 当然这是发条的技巧 也不得不讲 就是发条的一个 自杀式核弹的单杀技巧 这是我们在对线的过程中 如果万一敌方残血了 对不对 就万一我们用QW把别人磨到残血了之后 这时候我们想进行单杀 但如果我们有QR的话 那很容易被敌方的一个闪现反应过来 把我们的一个Q 这个QR躲掉 因为发条的R技能还是比较慢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啊 敌方有闪现很容易躲遍R技能 我们如果不想让他用闪现躲掉我们R技能 可以干嘛 那就R散 R散这个技巧的关键是什么呢 首先用一技能把这个球套到自己的身上 然后先按R 然后再闪现过去 然后QW一套秒的地方 这个也是给你们看一段视频 就发条一定要记得发条这个进行这个R散的操作 有一个步骤就是什么呢 首先你要一定要记得先用一技能把球拉到自己身上 是吧 你不要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球在哪里 我按了一下就往前闪现 那这样的话你球球不在自己身上闪 那个大招也不会在自己身上放出来 所以说你在进行R散之前 先用一技能把球拉回来 你这个时候不用管球在哪里 你就用一技能把他拉回来 就代表着回到自己身上来了 然后再先按R 这个当然是要把别人逼到斩杀血线里面的时候 你才去用这一套 但发条的斩杀血线其实比较模糊 因为发条这英雄它的伤害主要来源装备 对吧 所以有些时候你 可能把别人耗了半血 但你R散过去秒不掉别人 但别人有可能满血也秒掉 是因为什么装备的差距 但我们这里只是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发条的R散的技巧 先用一技能 先用一技能把球套到自己的身上 然后按R 然后用闪现对着敌方的方向闪现 当然你要保证这个距离够 对吧 这个的话需要你对发条的大招的一个 施法范围要有一点了解 知道他大招伤害范围多大 你别闪现到别人跟前 结果大招距离不够 没把他拉到 然后你伤到别人脸上送了 那也不行 这个你要第一要 确定好你R过去 就是看R散现过去是你的大招是能打到他的 第二个步骤就是用一技能拉到自己的身上 R往敌方散 往敌方的头上散现 但这个作用不是很大 这个东西尽量少用 就是说这把游戏稳赢了 用一下秀一下可以 当你到局势比较模糊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为一次单杀 就这样硬要这样做 你用QR避出敌方的散现 把别人打回家 都比你用R散把人杀掉要强一点 这就是有些人 游戏理解比较有问题一点 他就觉得有人头 那我就无论什么技能 我都有挖到这个人头上面 其实有些时候你花太多技能去 拿一个人头并不值得 只是发条的一个R散技巧 说完这个R散技巧 我们来说一下比较重点的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一个长球技巧 长球技巧的话 跟发跟那个女警的夹子 长夹子的技巧差不多 就你发条在推他的时候 或者说在这个对拼的时候 可以干嘛呢 把球放在墙体里面 他跟女警的夹子不同 女警的夹子放在那种墙里面的话 是不可能生效的 他只能就要去放到敌方卡视野的地方 但发条的球放到墙里面依然可以生效 而记住自己的球的位置 然后等敌方走位失误的时候 你长球别人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 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 你把球藏在哪里了 对吧 这个的话需要你们有一定的记忆 你要知道你上个球放在哪里了 然后等敌方走位失误的时候 再去使用RWQ 把敌方的翠平秒掉 这个一定要就是你要记住你的球藏在哪里了 对吧 不要你球丢出去 你看不到这个球了 别人看不到你看不到 你也不知道这球在哪 然后拉一个大招 这你要得记住的 这个是我们利用一个地形去把这球藏住的 你这里给你看一看 就长球的一个东西了 对 这个视频漏掉了 我就记得有的 记不住那有什么办法呢 记不住就记呗 你你球丢在哪里你就要 就要就要就要先记住 就跟你玩结石你记不住你的影子呢 那我也没办法帮你 对不对 好这个视频录掉有我已经录了 但是放放没有放进去 我们那个致定义给你们看一看 对看箭头的话也不好看 主要还是靠记忆力 因为箭头的话 只能告诉你大致在哪个方向 但并不能具体告诉你是哪个位置 对不对 也也不能也不能看见完全看见的 他箭头只是告诉你这个球在那边 你也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发条非常重点的技巧 因为发条经常在团阵中会利用这招去 拉到敌方比较关键的位置的英雄 好我们进游戏给大家看一看 怎么艾尔尼亚排这么久 放过去 就是这个技巧是 显为人知但又很实用的技巧 不是那种不是类似于我之前讲的什么阿闪这种花里胡哨的没有什么 但是那个打游戏的时候很难用出来的技巧 不是这个技巧 这个这个技巧的话是打游戏里面经常容易用到的 那些花里胡哨罩的技巧我一般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 这么难说的吗 我们这个东西还创建不了虚拟模式 这太恶心了吧 是吧 因为下午这天吧 随着人也可以 这东西真的是服务器越弄越烂了 这种技巧我在实战中其实打的比较少 因为我觉得分段比较低的人 他其实就算你把球放在脚 就是说如果 打起架来的时候 你把球放就是没打起来之前 你把球放在脚底下他知道 但打起架的时候 就算你球在脚底下 在脚底下他也发现不了 对吧 所以这东西只是说 在双方都比较谨慎 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 可以去试着尝试用这种技巧 然后把这个僵局打扑 对吧 真的我觉得我打到大师王子 他打团的时候 总总有那种注意不了我球的时候 因为他不可能边打团 边能注意自己的脚底 然后又边能注意到外面的情况 又能边注意其他人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也不可能说眼观八方 就是这种感觉 等我们进游戏 当然这个敌方能不能判断你的球在哪里 他也是根据他们是不是一个老发条 就如果敌方玩家是个老发条 他有可能能知道有这个技巧 但如果敌方不玩发条的人 他是不知道 把球给小丑能不能被别人看到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在推中塔的时候 我们这里先用个有军甲人 在这里一个有军甲人 就比如说我们在推中塔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掉QR 那肯定很容易被敌方反应过来 对不对 因为你直接掉QR你的球太明显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干嘛呢 假装把球丢到敌方塔里面 你看这个地方 敌方就看不到 对不对 那这时候如果敌方的首塔人员 只要站在这里 我就可以用R技能把它拉回来 然后你用一个RW把它秒掉 当然这个的话 你需要记住你的球在哪里 这种隐形球 基本上要么就去放在别人的试验盲去 对吧 你放在塔里面也可以 你看看没有 我这球放在塔里面 你说别人看得到吗 你自己也看不到别人看不到 但你心里得有数 所以说为什么说 要你们记住你自己球放的位置呢 因为别人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 所以你应该记住你的球在哪里 对吧 或者说你还可以一种就是放在这种墙壁里面 你看没有 这球也非常不明显吧 那这时候敌方的C位或者AP 那这种脆皮站在这旁边的话 我也是一个R技能拉过来 因为它更 一般的人只会远离你的球 对不对 但他看不到你的球的时候 它是景点性非常小 好吧 这是中路 中路要有这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路 下路也是一样 下路也是一样 就跟女精的夹这样 尽量摆在敌方的视野盲区就可以了 那就比如说这样 对不对 就比如说敌方的假人 敌方人只要站在这个地方 对 这是我方假人 对 敌方人只要站在这个地方守塔 对不对 我只要R的距离够了 我就把它拉回来 这样的话就很难反应 因为他没有这个视野 或者说我们在推高地的时候 推高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球 要么就藏在塔下 要么就藏在这里 这里也同样也看不到 你看我的球 现在就藏在这个墙体里面 你能看到吗 对不对 看不到 所以说你要记住 你看他这个时候 因为我把球丢在这里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球在哪里 你说守塔的话 只有这两个路径可以守塔 对不对 路线非常短 我的队友如果在左边 我在右边 我能在右边 对不对 你只要守塔 就比如说你站在这里守塔 那我一个R进去把他拉回来 对不对 这不是 也 你打团的时候 你是观察不了那么多的 你懂吧 这再厉害的人 你也很难观察到这个东西 因为 你就算能观察到 但你看不到我这个东西 对不对 就算你的眼睛实在是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敏锐 但是我球 你看不到我的球 你怎么躲呢 对不对 看到没有 我这球你根本就一眼都看不到 就比如说如果这是 当然这是我如果敌方在左边 或右边守塔的情况 如果敌方在塔下守塔 那这里就 就比如说敌方在塔下守塔 这是我们前面 站在前面的退塔 对面的后面的守塔 这个我藏在这里 这里还偶尔能看到一下 往后藏一点 看到没有 根本真的很难看到 但你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你的球放哪里了 对吧 虽然这球就相当于在地图上消失 你不能不记住你的球 对面看不到 那我们是本来就用来迷惑对面的 别你用这个技巧 结果把自己迷惑到了 对吧 对吧 你别你别把自己迷惑到 你我球呢 我球放哪里 别自己忘了 不要有这种情况 对吧 任何球都可以藏 这个跟皮肤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视野盲区 对吧 就是他拉一下的话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 这个很 对吧 他往上拉一点 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球的小中进 主要是视野盲区 你看比如说藏在这里 我这样看是看不到我的球 对不对 但往上拉一拉 还是能看到我球的 看到没有 对吧 这个主要是利用敌方的视野盲区 这个东西 不管闪不闪现A 你一个QRW就算你秒不掉别人 你也可以把别人打残 对吧 你说你拉到C位了 一个脆皮被发条的大都拉到 不死也残 对吧 只要回家了 你这个塔还是依然可以退掉 因为他回家的时候 没有人收场了 没有人去清线的 对不对 所以这招是发条比较实用 而且很少人知道的 这个 一个技巧 因为发条比较冷门嘛 他不像女警 女警之前很热门热门 所以说很多人都知道 女警长夹子 不会往那地方走 但发条啊 最近一段时间 是肯定没有让我们热门 以后 以后有可能法师崛起了 发条有可能再活起来 对不对 你就可以利用政治技巧来搞别人 对 你能看到这发条手上有没有球 但是你不知道他球在哪里 所以说还是很难防 对吧 就是我虽然知道 发来的球不在身上 但我不知道这个发条 把球放在哪里了 对不对 你说我刚才如果站在高地塔上 那里 我可以放在左边 也可以放在右边 对不对 你又不知道我到底放哪边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卡的话是网络 就是公司的网络有点问题 你们可以去明天看一下录像之类的东西 你看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场景 OBS OBS的右下角是这个红色的 所以说有可能有点卡 公司的网络问题我也没什么办 然后再来说一下第七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清兵技巧了 清兵技巧怎么清呢 就是发条的两种清兵技巧 就是我你发条是个刷子流英雄 对不对 刷子流英雄 那肯定要保证自己清兵是 清兵的效率更高一点 你才能快速的都要清完兵去刷F6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一般怎么样去清兵 首先你清兵技巧 第一点要保证自己每个Q能打到所有的小兵 对吧 就是说如果有六个小兵 那就要用Q技能打到六个小兵 如果有五个小兵 那就用Q技能打到五个小兵 如果有七个 那要保证你Q能打到七个 至于怎么打 那就靠你们去找角度了 这就像你数学 就是你把所有小兵连接的一条直线 你站在那条直线上 用你的Q技能去打击这个 这么多小兵就行了 就是说如果敌方有五个远程兵 这五个远程兵是一排的 站在一排的 那我们就从左边或者从右边 对从左边就对右边丢Q 从右边又对左边丢Q 是要站在那条连接的直线上 好吧这是我们清兵技巧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Q技能丢在远程兵的后面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清兵技巧的一个实际的操作 展示就是Q技能丢在远程兵的后面 直接用QW清掉远程兵 然后用一技能拉回来 再使用第二个Q去清近战兵 但你们要记住这个 你这个套效法里面是 你从近战兵的前面 丢QW丢到远程兵 对吧 就你第一个Q也是打到近战兵的 不是说你直接对吧 站在一个小兵的侧面对敌方的那个 近战兵丢QW 啊这里也是看一下视频 好吧你们卡的话没办法 这卡的话是公司网络问题 我也解决不了 稍微忍耐一下 或者说明天可以把看录像去把后面的这个细节 补充一下好吧 也就最后一个清兵技巧你们可以补要补一下了 好吧这个公司网络问题我现在也解决不了 蓝枪的话我们之前是有的 我们这里怎么清兵的 清兵技巧首先第一点 你的Q技能要打到所有下 这个是你玩任何英雄 清兵最快的方式的共性 就你玩任何一个英雄 你想快速的清兵 都要保证你的AOE技能能打到所有的小兵 就比如说这里一波兵来的对不对 那我就用Q技能 你看我现在我现在的人就刚好的站在了 这波兵连接的一条直线上面 什么这是关键 关键点有两个第一 你能要站在一波小兵连接的一条直线上面 第二个小第二个关键就是什么 你的Q技能要打到所有小兵 你看我这直接用Q 然后用E技能拉回来 然后再一个Q 对不对QEQ就没有炮车兵的时候 你可以用QEQ就能把一波兵清掉 尽量不丢W 为什么因为W的耗篮要高一点 对不对你这一直在强调 发强的W70点耗篮 一技能60点耗篮 一技能相对来说好一点 对吧这波兵本来我可以用QWQ清掉 但我没有选择用QW 还是选择的QEQ 对不对这个区别 我可以节省一个10点蓝量 所有那种高手对蓝量掌握 为什么那么厉害 第二步Q技能丢到所有的小兵 第三步用E技能拉回来 第四步再用Q出去 然后配合上平A 把所有小兵收掉 这是第一种清兵影响 当如果有炮车的时候 我们怎样清兵呢 有炮车的时候 我们就先A进展兵 然后等所有的小兵汇聚到一起的时候 同样站在小兵的连接的一条直线上面 然后利用你的QW先把远程小兵打死 就有炮证明的时候我们这么样清 先用Q导先A进展小兵 然后先站在小兵的连接的一条直线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先A进展小兵 然后第三步用QW把远程小兵收掉 第四步E技能拉回来 最后再用Q技能把炮车兵 剩下的炮车兵和剩下的一个 那个进展小兵收掉 这是我们发条的两个清兵兵 当然我们发条 为什么要这么快的清兵呢 第一是为了让我们发育的速度更快的 因为我们清兵清的快 这个就有时间更更做更其他的事情嘛 第二步第二个的话 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刷F6 所以后面我们最后一个东西 最后一个价值 我们为你准备的就是发条 怎么刷F6布商 发条毕竟是一个刷子留中单对不对 那刷子留中单要做的事情 就是尽量让自己的这个强势器更快的到来 怎么样让自己的强势器更快到来呢 就是让你的补刀跟着时间走 让你的装备起来更快 所以最后一步 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轻F6的技巧 怎么样轻F6 首先在视野盲区的时候 先掉一个Q把所有的F6打醒 然后你的人 当你的人走到 就是你用我们说的一键能拉回来 还是有一定的伤害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要走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 能对所有野怪造成伤害的时候 再用一键能拉回来 然后最后把这个第一步是先掉Q 然后第二步用一键能拉回来造成一键的伤害 第三步然后Q打不出去把小鸟清掉 第四步再用剩下的Q把剩下的小鸟清掉之后 最后再用一个一键能 反正F6最主要的步骤是先掉Q把所有小鸟打醒 第二步用一键能给自己 护盾减缅那个F6对底造成伤害 第三步就是就最小剩下的就是你随便丢技能就可以了 剩下的东西就是说 就是说随便你丢什么呢 快速的把F6清掉就行 前三步是最重要的 啊 q碳4 一键能拉回来 减伤害 然后再丢Q打不 后面的话 你哪有什么可能就丢什么技能 快速的清掉就ok了 因为'发条这个刷子牛英雄 那一定要刷得快 对不对 你玩个刷子的英雄10分钟才70招 那你跟他玩刺客的英雄10分钟70招是完全不能比的 对不对 你玩个截10分钟70招有可能作用很大 但你玩个发条10分钟70招那作用就很小了 因为截这种英雄他10分钟70招 他那个装备他都有一定的伤害 但刷子的英雄他就是靠装备来累积他的伤害 那你玩个发条10分钟70招 那真的一点伤害都没有 对吧 这就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全面容 大家如果后面卡的观众可以去到时候看一下录像 好了 那我们今天话到这就结束了 大家再见